我粗修佛 我们是凡夫 忠下更新的人 第一天见老师 向老师请教 我们知道大乘法书生 心里很着急 年岁大了 我那个时候26岁 觉得什么 觉得学书太迟了 谁着急 向老师请教 有没有方法 让我很快能欺辱 老师告诉我 放下看谱 我随着向那请教 从那里下手 老师教我布施 佛家布是真正的义趣 跟中国老祖宗交给我们的 急俗不欲 勿施于人 行由不得 返求助己 那个意思完全相同 这个布施 实实在在 实际为人 你能够实际 才能断烦恼 正方向 破烦恼 你能够利益众生 你才能破所知 这含义很深的 二章除了 自信就陷进了 自然陷进 不要求 求不到 一求 就有障碍了 为什么呢 那个求的心 里面就有妄想分别之处 妄想分别之处 决定不能够见到真实 他跟真实相违背 所以佛菩萨祖师 确实有善巧方便 帮助我们起书 首先要晓得 一切乏 他有自信 但是自信 不是精神 不是我知 所以叫无所有 这是讲 本性 那么中国人讲的人之俗心 本善 这个善 不是善我的善 善我的善 是你能想象得到 你能接触到 不是善我的善 那就变成无所有了 你接触不到 可是他真有 他存在 他不是空的 这圣人的境界 凡夫 没有办法 去思维想象 所以是 淫于道断 心心出灭 邪人以下呢 那就可以想象 可以说了 孟子讲的 行善 行子讲的 行窝 善窝之善 比那个 利善无之善 那就低了一级了 这一级叫第二亿了 不是第一 第一 我们没法理解 第二亿 可以 可以思维 可以讨论 第二亿 第一亿不行的 这是观自信 慧能大师 开悟 所讲的 有句话 我们 可以用这个来 观察 一切法 但是 善观的人 必须把 妄想 分别 职责 都放下 那这五句话 对我们 对我们 修行 就很有 帮助 如果这个里面 架杂者 分别 职责呢 那就变成 现在人 所讲的 佛序 与自己的心情 就毫不相关 你不得受用 你怎么样说 你还是反腐 你还是搞六道 生死轮回 出不了 这个要知道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